气候暖化加剧 导致全球多地的珊瑚礁 陷入生态浩劫 我国也未能幸免 但是在彭亨和柔佛水域 珊瑚白化程度已经达到了25% 那渔业局和十多名的志工 在刁曼岛展开拯救珊瑚行动 让珊瑚恢复健康 挽回海洋中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非盈利组织珊瑚礁体检 首席项目园爱尔文指出 今年4月和5月的高温热浪 加剧了珊瑚礁白化的问题 因此他们在甘榜萨朗 展开为期三天的行动 以保护国家海洋宝藏 特别是珊瑚礁 从2022年至今 志工团队在甘榜萨朗 恢复了20层珊瑚礁 他们保留已经恢复健康的珊瑚之鱼 也植入不同品种的新珊瑚 这些地方是珊瑚礁的 神社小小小小的 有关心谷 但是我们来说 这些地方是珊瑚礁的 你也认为珊瑚礁的 我们是珊瑚礁的